近日,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,强烈谴责中方军演发射的导弹落入日专属经济区,同时表示注意到中方并不承认这一点。 岸田称,这攸关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,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影响。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号回应指出,我们坚决反对日方的错误言论和无理指责, 无论是法律还是政治,道义层面上,日本都没有资格,没有权利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。 汪文斌指出,中日在有关海域尚未化解,何来日本专属经济区一说,台湾是中国的领土, 中国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进行正常军事演训活动,公开、透明、专业, 符合国内法、符合国际法、符合国际惯例,即使对挑衅者的警示, 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之举。 中方敦促之方,认真反省侵略历史,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, 恪守中日赐个政治文件原则和迄今所作的承诺, 停止跟风附和美国涉台消极言行, 停止追随配合美以台制华的错误行径, 避免给两国关系带来进一步严重伤害。 汪文斌指出,日前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, 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, 已经对日邦言论予以言辞驳斥。 日本曾非法侵占, 并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, 杀害了60多万台湾同胞, 掠夺大量当地资源, 并强征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多国劳工, 许多人被折磨致死。 1972年,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, 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, 坚持遵循波磁坦公告第八条, 这样的历史, 日本不应当忘记, 需要实时反省。 日本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如此高调, 难道忘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所做的承诺, 难道是要颠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, 难道拥有再次染指中国台湾的野心, 难道日方要借此扩充军备, 抛弃和平宪法, 不再走和平发展道路, 日方应就这些问题, 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 有专家分析认为, 日本碰瓷中国军演可能与钓鱼岛有关, 但是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领海享有主权, 对钓鱼岛周边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, 假如导弹落在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日本根本没有关系。